他今天為我們帶來是Google Cloud Endpoint 可以開一點點 好 OK 主持人廢話有點多 那就換我開始 大家好 那今天我就來介紹 就是Google Cloud Endpoint 它是可以幫助你在開發API的時候 把這流程然後加速的一個工具 好 那這是我的自我介紹 我是Google Cloud Platform 然後在台灣的Developer Asper 然後我也是GDG 就是Google Developer Group 然後在Organizer 然後我再來塔圖是軟體工程師 那下面那個是我的網址 就是蠻好記的 那大家就是打進去之後 可以得到一些Social Link 那如果會以後呢 有想要跟我討論這些東西的話 不管是在線上或線下都可以跟我討論 那一開始 就這agenda分了三個階段 那第一個階段是整個Google Cloud Platform Overview 因為稍微介紹一下 大家可能還沒用過 Cloud Platform 在開始之前我會打斷一下 就是已經開始在用Google Cloud Platform的舉下手 舉下手 就是如果大家對Google Cloud Platform不熟悉 可能知道一個東西叫Google App Engine 因為前面一開始是只有Google App Engine 用過Google App Engine的舉下手 哇 瞬間就一半了 真的太棒了 所以大家都用過Google App Engine 其實今天Google Cloud Platform我也只要講App Engine而已 所以就是今天大家都很適合這場的聽眾 好 那 稍微就是 簡單帶一下Google Cloud Platform Google Cloud Platform Google最近 就是Reduce的 雲端服務的整合整個平台 那它主要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compute compute就是你當你有需要計算的時候 你會需要一些resource 那它分兩種 一個是Ice 一個是PaaS 那Ice就是大家 最近可能聽到行為就是Google Compute Engine 那前陣子也有記者會就是發表說 在台灣上市 那再來就是App Engine 那這是從08年到現在其實已經很久了 而且剛剛一半也用過 所以就不用我多講 然後Sorage它分成三層 就是都是可以單獨運作的服務 一個是Cloud Storage 然後一個是Datastore 一個是Sequel 那 昨天晚上我們有一場BOF 就是在那邊介紹很多 昨天晚上有參加BOF的局下手 昨天晚上有參加BOF 所以昨天晚上聽完我BOF之後 就完全拋棄我了 就完全拋棄我了 就沒來了 OK好沒關係 那這樣子 至少overlap沒有太多 那我今天就可以隨便講 好 那再來就是App Service 它有一些就是可以幫助你的產品開發 就是可能是一些API 然後可能是一些服務 就是有時候你必須要獨立的去 去整合一些東西 比如說是Hadoop 或者什麼之類的 HiveDB 然後是什麼 然後你才可以在你的系統裡面 有這樣的功能 那你必須要獨立裝 那Google是把這些東西包裝成一個Service 然後讓你就是 等於是點一點 然後啟用 然後付費就可以用 那就是這些App Service 那我今天講的就是其中一項Service 叫Cloud Endpoint 那這個要先從Google App Engine講起 讓它大家都知道 那這個就是一個Playphone as a Service 在Google 那它的重點就在 那這個圖的靈感就是來自於之前就是說 工程師就是一個把咖啡轉成扣工具 那App Engine其實就是把你的Call 然後轉成一個Scalable Service 你只要把你的Call Deport上這個平台 然後接下來它就可以自動Scale你的Web Service 然後這個Service就可以自動變成 你什麼都不用管 你只要設定好就是說 你的核包有多大 那它就會自動幫你去做Scale 那今天重點主角就是Google Cloud Endpoint 那這個東西就是它會幫 它可以幫你快速的create一個Restful API 對Restful API 平常就是大家都聽過Restful API 所以我問這是廢話 那如果你沒有在Production上面 然後就是真把Internal API 然後做成Restful的可以舉下手嗎 哇這麼少 這完全出乎我意料 那就是我活在不同世界 那我們在做Restful API的時候 其實都會有一些固定的Pattern 所以它就把它包裝成那個Call Endpoint 它就可以在你定好Model 或是定好就是Input Output格式的時候 然後你定好這些規則 它就可以自動幫你伸出一套 就是Restful Service 然後這就是Call Endpoint 然後再來就是它有很多很多Client Libraries 也就是說你的開發者 然後想要用你這個API 它不需要就是自己去接 不用自己去對應那個網址 不用自己去用Edges 它會自動伸出那個SDK 那Client Libraries 其實有在接Google API的人 其實應該蠻熟悉的 就是常常如果你在Restful 你大概就是G API 然後點Client 然後點就是可能是Google Plus 可能是YouTube 可能其他的 那這東西一模一樣 那你見出一個API的時候 你會給它一個名字 那這API 你Restful進來的話 你就會得到跟 就是一般那個API Service一樣的東西 就是 你會 假如說你平常是用Google Plus 然後你就是 gapi.client.plus 那這時候你因為你有一個API 比如說叫做 mydataAPI 那這時候你就會 你就直接在Google的Client Library roll進來的時候 然後你就可以選擇就是roll你的API 這時候你就會有一個 點client 然後點mydata這個API 所以接下來它那些mess 都會自動產生 然後就可以直接用 那 基本上整個流程就像這樣 就是你在App Engine 然後deport你的call 然後接下來就透過 call endpoints 對不對 訂出來的架構 然後接下來其他 就是去連這個架構而已 那 它產生出來的 其實是回到那個 Google App Engine上面 它會產生一個API 就它會有一個 backgame instance 起在後面 然後中文對你的API做服務 所以它其實是跟你 Web Service分開 它的API是獨立的 所以你其實可以去管理就是它那個版本 不過因為今天沒有要講 講到版本那麼細 那Client Library這邊 就是其實support很多 那一定有Python嗎 沒Python 我就不用來這邊講 沒Python我就被打而已 對 那基本上就是 之前大家只要有用過 你要接Google API 都要用到這些Library 那這些是官方support的 Mature Library 然後Java JavaScript Python 檔內 PHP object to see 這幾個一定有 因為接Google API 也要用這些Client Library 所以如果它沒有的話 等於是Google API 也不能用這些東西接 所以他們 就是現在都統一一個 Universal的方式 讓大家來接這些API 你的API跟Google API 接法是一模一樣的 好 到這邊有沒有人 有什麼問題 好沒有 沒有我先繼續 OK 然後Serverside support 大家知道就是App Engine 其實有四個語言 就是Python Java Go Go跟PVP其實一個在preview 一個在實驗階段 所以目前來講 Endpoint是沒有在上面support 那 所以我把Go跟PH化掉 對 那Python跟Java這邊就是 其實用的方式非常相似 所以我今天就來講 Java版 沒有開玩笑 但是講Python版 講Java版是要怎樣 好 然後 它有一個API Explorer 那網址在上面 那大家可以連去看一下 那其實它看起來的畫面 有的在接鋪我API就非常熟悉 因為你平常就是來這邊測你的API 對 那你的API做出來之後 沒錯 它就會透過一個叫做API Discovery Service 它會找到你有的API 你deport上去之後 你就會有一個API在上面 那 它也可以切成Local版的 也就是說你Local起的API 你實際上沒有deport到FMG上面的時候 它也可以從Local版的方式連上去 那如果等一下有時間 我還會示範一下 Local版怎麼連上去 然後用起來是什麼樣的狀況 那 基本上 像這個界面就是 按進去之後 它會把那些欄位 該有的欄位列出來 就是這個每一個不一樣 因為它會看你API定的情形 你API有需要哪些欄位 你都會在input output的格式裡面定好 然後 這上面你就可以看到說 我需要required的欄位有哪些 然後接下來 就會有那個request body 就是可能會塞一些 比較大的json的file 然後有一些格式 那 這個地方很棒 它點了之後就會自動完成 就是它 你不需要自己自己去打 那些那個field name 這樣之類 你點一下它會告訴你可選的field name field name 哪些 所以其實你也不會答錯 好 那 接下來就是切入正題 就是 python的部分 好 那 這個 因為我突然突發奇想 然後就用一個 想要用一個小劇場的方式 然後帶大家就是了解就是inputs怎麼用 那就是大家可以不用跟著做 就是 從前從前然後有個java developer 所以我今天怎麼一直在表java ok 好 然後他就說分割自竄就是實在是太麻煩了 為什麼 怎麼可以扣著 亂七八糟 聽說python分割製作很簡單 你可以幫我做一支API嗎 然後說可以嗎 python nista ok 然後身為一個就是 那個人好心地好的就是python programmer 當然只能回答ok 那 因為 要做一個API是一件麻煩的事情 但如果透過end point的話就可以很快完成 所以就是我們就來看這個python nista 要怎麼完成這個他的SpringSpeed API 好 然後他現在就要開始define他那個input跟output的格式 那這個地方就是你要先import就是endpoints進來 這code看得到嗎 會不會太小 看得到齁 就是你要先define你那個endpoints進 你要先那個input你的endpoints的library進來 然後接下來你要input一個叫做PortalRPC 那PortalRPC其實是Google的一個project 他有一個project就是其實我本來是要在下下場講一個東西叫PortalRPC 可是因為好像沒有很受歡迎所以我把它換掉 喔不是 好 然後就是Google Google有一個東西叫做Google Protocol 然後他有一個他有一個像Jessex一樣的資料表示方式 然後透過這種格式去建立資料結構的話 Google就可以幫你做壓縮或什麼 在中間傳遞其實會比較快一點 然後他也有把這個PortalRPC整個open出來 所以在App Engine上面你在發RPC code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用這種格式進行的 所以這個PortalRPC是不用特別裝的 App Engine本來就會有 那你PortalRPC裡面有message跟remort 這兩個東西就把它import進來 那這上面現在只用到message 因為你要你要在開始 就是定義你的API之前 你要先定義就是進來是什麼 然後出去是什麼 好 那進來的東西我們就把它定義成一個streammessage 那你可以發現就是定這個message其實是跟 就是有用過App Engine的人 大家就知道就是他現在跟model格式根本就是一模一樣了 就是streamfield 就是我現在定義message然後等於streamfield 那後面那個1就是不用管它 就是你看了說明書之後就會發現就是1 就是第一個就是1 第二個就是2 第三個就是3 就是這是Google Protocol特定的格式 因為他為了確定版本的merge不要出錯 所以他必須你必須給你每個欄位編好 那你在新增欄位的時候 就是如果舊的版本沒有那個 就是不會去蓋到那個編號 那他其實向下是相容的 OK 那所以上面那個就是定了一個就是message 然後他message裡面有一個東西叫msg 然後1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要定response 那因為是一個split 就是大家應該都會很熟 就是Python就是 只要一行就點split 然後就跑出一個list 然後就是切好了四串 那這是為什麼那個JavaDecrap 要拜託Pythonlista幫忙的地方 那所以我們就是回一個list 那在這個Google Protocol裡面 你要去做一個list一樣的東西 你必須要在後面 然後加上repeated 就是代表說這個欄位是重複的 就是1這個欄位是重複的 但是重複的話 他就會知道說他是一個list 那你在做的時候 你要形成instance的時候 你只要把list塞均就可以了 他就會自動轉成就是Protocol Protocol的格式 Google Protocol的格式 好所以接下來就要去define你的API 所以API基本上就是一個class 然後你把你的remote 就是你剛剛有input一個remote進來 remote裡面有個serviceclass 你就要去繼承這個class 因為現在你就要去定義你的API service 然後這個地方就是用一個decorator 就是Python decorator Python decorator其實在很多library裡面其實沒有用到 我想問一下就是大家平常就是用decorator有多少 就是都有在用 都有常常遇到decorator 不用寫不用不用做一個decorator 做decorator等一下下下場我會講 對所以就是 就是只要用過就好用過 decorator 應該都有就是 那有看過就是API library 用decorator做的舉手 就是有些API library fabric之類的應該都有一些 也不會想像中手蠻多 好那我剛好那時候好像做成片 就把這個視為自然 所以就直接把這個圖片做上來 好OK 那基本上他就是去修飾就是 任何一個class跟function 然後就是可以告訴他說 喔這個 其實就是在你這個class生成之後 然後他會幫你再突出一個 透過這一支function修改後的class 那如果他接在方法上面 就是會把方法傳進去就是decorator 然後修改後再丟出來 所以就是你這個class定好的時候 他其實會被丟進去 然後他會幫你包一包 那其實他在做的事情就是 在讀你class裡面的資訊 然後幫你把整個API service生出來 好那接下來就快完成了 接下來你只要define跟master 因為你API的話就有master 就是我常常很喜歡講一個例子 就是之前在系上教學裡面 然後就說API是什麼 那我就說你開網頁就是API 因為網頁就是其實就是一個函式 底線就是最基礎的man function 那你如果再加名字的話 然後他就是一個月 function 然後後面問號 後面就是接參數 那這裡這裡也一樣 就是你在訂這個API的時候 其實你就是在訂網址 那最簡單就是這樣 你把input output給他 那這個input裡面的東西 他會自動 他會自動偵測就是說 你剛這裡訂 你剛這裡訂message msg 那他在這裡你只要訂message的時候 說input是message 他就會自動把你的input欄位讀到 然後他就會知道有msg的東西 所以在剛剛那個API Explorer 你就會看到有msg 然後這個欄位 然後是要停的 那假如你給required的 他就會亮 剛剛有看到有亮紅色的欄位 那就是紅色的欄位 就是變成說 你一定要給的資訊 所以變成說你如果 只要用這樣訂出來之後 你就不用去告訴你的developer說 就是有什麼欄位 因為他只要看API Explorer 就會知道 然後他甚至可以把文件 透過DarkStream的方式 然後寫在這上面 然後剛剛那API Explorer 介面上會秀出來 所以其實你要告訴一家API怎麼用的時候 你只要在這邊call寫完之後 其實API說明書跟那個 整個API都已經完成了 那這樣訂完 我們裡面其實就做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就是這一行的call 就是message.split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字串 然後我們return回去的 這邊進來會有一個request request就是剛剛 我們在上面給的第一項 就是streammessage 就是這個class會被傳進來 然後他會把就是API call 然後進來的參數 然後帶進這個class裡面 然後傳進來 那你return的時候 當然就要return第二個 第二個class 你必須要return第二個class的instance 然後就是streamlist的message 然後接下來items裡面就是塞剛剛 我們分割好字串的那個stream 好 那接下來你就會在就是你的 那個API console API Explorer裡面看到request body 這地方就是你只要點下去 它就會自動跑出message 因為你已經訂好了 input格式就是有msg ok 然後接下來就是後面就打三個stream下去 然後他會告訴你說 他會發出怎麼樣的http request 然後再告訴你就說 喔 response長什麼樣子 就是items ok 然後他就說 好吧 那你是救世主 那OK 我會開始選python 所以我就把那個java名字畫掉 然後變成python developer 對 好這是拜託大家不要在python以外宣傳這個故事 就是我會被自殺 ok 好 那所以endpoints的流程基本上是這樣 你一開始你要去define你的那個request 跟response的message 所以你必須要先訂你input跟output格式 然後再來就是做一個API service 然後再來就是做你的API measure 你API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message 不同的網址 在不同的配置底下就是不同的message 你要一個一個去訂出來 然後接下來deport deport上去之後你這API service就work起來了 ok 那 但是基本上 平常大家有做resful API的話會發現 其實resful API的那個定的方式 其實通常是跟著model的 你有user 那user就是一個 在你的service上面就是一個object 那這個object就會 就是你可能後面要接id 然後接什麼之類的 接id 然後get就是 get就是拿到一個object 然後你可能會多做個list 然後去拿到一整個list 然後再來就是你可能會要做insert 那你就是發一個post 然後他就會變成resful的insert 然後再來就是發一個 你可能會發update 然後或者是你可能會發delete 然後這樣的resful 那其實這件事情你是在做重複的工 所以你會做一直做重複的工 因為你每次都要定input output 你不會覺得這樣超麻煩的嗎 我超麻煩的 所以我其實還沒用過剛剛那個 我其實都用這個 就是 這個是endpoints portaldatasol 就是當你有定datasol model 我剛剛講過就是 大家看那個input output格式 其實他長的跟那個model 就是在google fng上面 不管你用ndb和datastore 你的格式都是長的一樣的 就是你都是有 就是一堆fill的 那這東西其實跟那個fng上面的 datastore的model是相容的 這上面其實跟你fng上面的那個 ndb的model是相容的 所以其實你可以只把model定出來就好 那這個是下面這段code 是原本長的樣子 就是原本的api只要一複雜 大概長起來就像這個樣子 input output 然後你要定pass 然後還要定maser 因為你必須要決定就是 每一隻是透過哪個maser 那再來就是你在裡面之後 你就要把model拿出來 然後其實是把一模一樣的東西 有沒有看到他在對那個request的時候 他是把request裡面的那個名字 然後一模一樣attre 然後就attribute1 然後就拿出來對到attribute1 attribute2就對到attribute2 其實一般Wrestful API 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google發生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要做另外一個project 當你在model定好的時候 你只要把你的model 原本都會計成就是一個dbmodel 那你改計成就是 第四場這個 from endpoint protocol datastore mdb import endpointsmodel 改import這個model 那基本上他不會影響你的call 就是你的model一樣定 你原本work的call還是work 只是他在這時候 endpointsmodel定出來之後 你就拿著你的model 當作一個decorator 然後直接去接在一個function上面 這時候他就會知道說 你這個function是model的 所以這時候 你這個 他一開始傳進來了 就變成不是input input的那個message 他傳進來就直接是model 然後你傳出去 就直接把那個model model就是safe 然後一切就搞定了 所以你就不需要 然後你再return 就是你要的值 就是你做的東西 可能要傳值回來 或是你不做 你可能就return一個ok 都可以 但基本上你只要把那個model搞定 那剩下的就是input outpour的事情 他會自己處理 好 那排場的部分大概講到這邊 希望就是沒有太困難 那今天就是 其實我本來是習慣帶collab 但是我其實最近演講 都是一個小時起跳 然後沒有想到就是突然來個25分鐘 所以就是變成 我一開始在做圖片的時候 我卡好久是卡在那裡 都比較刪掉哪些東西 所以我會介紹一些那個 就是一些resource 一些地方 然後可以大家去知道更多這種 關於call endpoints 或是googlecall platform 更多資訊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6月7號 我們會辦一場就是call the favor roadshow 那他會在集市交通部 國際會議中心 這google找的 我不知道這哪裡 我去應該也會迷路 那網址網址在上面 www.googlecallroadshow.com 那上面有全世界的call roadshow 最近就是正在密集舉辦 那台灣的event終於要來了 那大家可以上去註冊一下 那大家可以上去註冊一下 如果你有興趣 跟google的工程師面對面 然後聊一下這些技術 或是他們想要聽一下 就是他們怎麼樣 就是告訴你說 喔這些東西哪裡好用的話 OK 那你可以來報名這event 那第二個就是自肥一下 就是我們一個叫GDG台北的 那有聽過GDG台北的舉手 有聽過GTAG的舉手 GTAG GTAG 還是稍微多一點 而且都不同群 那個名字換的不是很好 我們以前叫做GTAG 就是台北GTAG 叫做google technology user group 那我們現在正名為就是GDG 就是google developer group台北 那所以這其實就是一樣的東西 就google search 目前只有一個 那我們徵求speakers 我們徵求speakers OK 就是如果你已經在用google call of play phone 那就是我們希望就是你可以來就是我們社群 然後講一下 那包括 regulal meetup是美雙周三 然後在果子咖啡 那我們其實之後會有一個event 大概在9月10月會有一個叫DevFest 那這個幾年前是google辦應該都有參加過 然後後來都是一直改由我們辦 每年辦一次 之前都是在五月 那今年回歸到 就是其實我們挑一個DevFest的季節 我們會在那個時候辦一場 就是都是跟google技術相關的演講 然後你跟google扯到關係 或者是你想來就是google技術大長話論壇 都歡迎就是都可以來報一下 OK 那加GDG台北是我們的google plus page 那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演講到這邊 有人有問題嗎 那沒有問題我可以問一個 對啊 有嗎 有問題嗎 我問一下就是 那個google endpoint 你剛剛說它是背後在launch一個APP engine的background service 對 那如果我有現有的APP engine instance 就是service的話 可以買歸過去嗎 就是 可以買歸 就是可以直接結合 你每次deport的時候 其實它會幫你去起新的APP instance 然後 如果你 需要做新舊API之間買歸的話 它可以指定一個東西叫做版本 那你在deport你的production code的時候 包括使用clinable的時候 你在load的時候 必須要指定那個版本 就是你在load 你比如說你 應該有在load 有load過其他API 就是比如說YouTube 你都會是GAPI 然後點load 然後點YouTube 然後點V1 V2 V2 V3 大家應該最熟的吧 就是MAPS API MAPS API就是有V2 V3 然後V3超爛 所以大家現在都在用V2 對不對 然後就是那個東西 就是它那個東西 其實就是跟endpoints的model是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定出不同 不同version的API 然後就會同時把那些incident跑起來 所以這時候你只要把兩個API同時跑起來 你可以用獨立的程式去測你的新的V2 新的API 這個API還是繼續run 然後你確定沒問題了 你就可以把那個clin code改成新的API 然後才算是接上你的bake 但你bake你是可以分開跑起來的 所以這是為什麼它要分instance跑遠 因為你不同的版本 它其實就是分 deport成不同的instance 這樣有回答到 OK 好 還有什麼問題嗎 那個 就是 你剛剛介紹的endpoint程式碼 就是 可以用在非Google平台上面嗎 不行 對 就是不行 這就是Google邪惡的陰謀 想要就是讓你做完API之後 你就只能放在App Engine上面跑 對 的確是不行 不過 如果有人對就是這種做Restful API 然後 然後有興趣 然後但是他希望他不要在Google平台上面的話 下午等一下Tim有一場就是Restful 就是Jungle Jungle Restful Framework 所以大家可以去聽 就是我可以幫他推銷一下 對 但是就是我的不行 他的可以 他的可以 只要是Jungle平台都可以跑 這樣回答到嗎 等一下去聽Tim的人 這樣 OK 有不認識我的人要問我問題嗎 OK 沒有沒有沒有 我要發送小禮物了 就是 如果你對Google Cloud Platform有興趣的話 我在這邊就是提供大家一組Pomo Code 大家可以去Google Google Cloud Platform Starter Pick 然後輸入這組 GCP Team 也 簡印 然後在上面的輸入 你就會得到500塊美金的試用費 就是他要綁一個project 那這個project必須要在3月24號之後開的 就是這project必須在3月24號之後開的 確保你是在試用的 不是我以前project 然後快沒錢了 然後把這project填進去 然後就 就儲值了 不行 就是一定要新開的project 那基本上就是需要在這邊 那我演講到這邊 那下面是我聯絡的資訊 就是有需要的人再跟我聯絡 OK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你還有問題是不是 對 我想問的是 NPo的最大賽值多少 如果我們畫一個API Request和Response的量 最大可以多少 就是跟HP 喔 就是一個Request 那個是跟它 就是包成PocoBuffer 這有關係 對 我不知道 因為這東西其實被那套Library影響了 但是 這個就是基於原本HP的Size 就是你HP Post的原本可以賽的Size 最大的就是它的動機 但是你東西如果做成Gate的話 Gate的Size就會影響到 Gate的網址長度是有限制的 1.2.4 對 Post其實應該通常是沒有限制 只是時間久遠 因為Post可以傳檔案 所以檔案都傳得上去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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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 也沒有限制 它那個Library本身傳PocoBuffer 你知道塞進去大概都可以塞 就是 就是塞很 我們都塞很大的東西 對啊 有限制的 有可以了 有限制的 閉來 有限制的 你從另一家 過分 我們在Buffer